同样演大女主,为什么杨幂这么不讨喜,不仅仅是演技的锅? 同样演大女主,为什么杨幂这么不讨喜,不仅仅是演技的锅? 扶摇从播出斗瓣评分4.8,打一星的就有39.5% 这不是最终评分,后面剧情好的话会想三生三生十里桃花慢慢高起来 作为流量担当的杨幂她的剧,必不可少的引人议论 打开手机,满屏谈幕在讨论哪里像楚桥转,有没有这种感受? 同样演大女主,为什么杨幂这么不讨喜,不只是演技问题? 同样身为当红流量的赵丽颖,演技也只是比同龄小花号那么一丢丢 为啥人家的楚桥,就这么找人喜欢招人疼? 剧本人设很重要 首先是编剧的郭,扶摇这个角色人设太有问题了 可以理解改编,是为了能过审 但是这个莽撞不知好歹的家伙,是怎么吸引到男主的,就因为是女主光环 看看人家楚桥转里的楚桥,隐忍忠诚懂进退 虽然一样都有个牛逼哄哄的绅士 但人家好歹功夫都是自己学的才这么厉害 你这梦里学的,都成武林高手了,还一下子打败了从小习武的大师兄,可真行 还有抄袭哈利波特,你也是认真的吗? 拿原柱挡刀,编剧大打原柱粉要给你寄刀片了 其次浮化仔细方面,都能不约而同的让人想到楚桥转 花青谷等热剧里的情景 可谓是大家会乱顿一通 各种大热剧里有的要全都有 当然这也不是杨幂的锅 现在的电视剧行业也都是这个通病 老实说杨幂这部剧里 以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好看太多了 惊人的发迹现没了 衣服更好看了 男主角也不是无天早行了 这个像不像花青谷里的包子头 杨幂挑剧本可张点心吧 先是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引发的一致笔致抄袭沙 后是这个改得面目全非的扶摇 这点可以向赵丽影学习 人家网友公认的会挑剧本 最后愉快的来张 大秘密魅照 杨幂撞身景田 好身材一样无疑 网友 大秘密更好看 景田一直被网友说很神秘 有背景 景田一直是时尚资源拿到手软 参与各种大事做电影 虽然一直资源很好 但人就是红不起来 景田的五官不是很精致 但是整个长相却给人很舒服的感觉 杨幂却一直是演什么火什么 谁跟杨幂搭戏谁都会火 资源也很好 这两个人穿同一件衣服是个是什么感觉呢 杨幂真的是白的发光 这张衣服显得杨幂更白了 这件银色单袖连衣裙 领口是和叶边的 又性感又少女 杨幂高扎马尾真的显得很少女 很年轻 一双腿就已经很长了 杨幂的腰也很细 这件衣服杨幂真是完美驾驭 仿佛为杨幂量身定制的 杨幂已经结婚生孩子了 还是这么少女 不仅是外貌 其实一个人的穿衣风格可以体现出她的心态 杨幂的心态也是很年轻的 这件闪闪发光的裙子 真的是很称杨幂呢 但是大秘密的身材也是没话说 好想知道杨幂是怎么做到身材保持得这么好的 杨幂的眼睛大大的 像是会说话 很有灵性 杨幂真是各种场合都没出过错啊 是景田驾驭这件衣服 其实景田也是甜美系的女生 但是景田输了一个大背头 穿这件衣服 没有杨幂有少女感 但是景田的身材也是很好的 这件衣服比较甜美 景田妆容和发型显得太酷了 其实景田和杨幂各有各的美 但是就这件衣服而言 网友都说 景田完胜了 景田现在跟张继科公布恋情 陷入恋爱的景田也是很甜了 整个人都洋溢着幸福 虽然资源不如从前 但是景田开心就好 希望景田和杨幂两个人以后 会带给我们更好的作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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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